寂寞流星群,一期一回,我是鄭姨劍 我是陳光榮 今晚一期一回,繼續有鄭姨劍和陳光榮在這裡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一段男女之間愛情關係習慣了 究竟是好事不好事,或者怎樣加一些調味劑下去 其實兩位合作了這麼多年時間 你們之間的關係有沒有經歷過慣了霸這個階段 不如嘗試外面找一些新的創作人,為什麼又是他 我想他多些機會遇到其他事情 因為他由音樂,由我們開始做唱片監製,配樂、廣告 我想他輻了很多 其實在我第一次做意見的年代 一個唱片監製跟著一隻碟是很正常的 現在就有很多不同的監製去做同一隻碟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有一個好處 因為唱片監製跟歌手的關係 如果你是熟悉對方的 你在創作一些歌給他的時候 你是圍繞著他身邊 和他日常生活遇到的事情 而去做一個話題 去做一個靈感去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一路去做他的唱片 其實真的做了很多張 其實好像一起帶 而中間我們會 首先可能黃埔這個地方起的時候 我們又會創作了一隻發言 做了這個區的歌 然後他又拍了劉偉強的電影 接著到《古白仔》系列 《風雲》系列 我又是做那套電影的配樂 我又作主題曲 原來我做配樂的時候 我亦都會跟他合作 其實這是一種緣分來的 好像去到無論是唱片還是電影 都走不掉這段關係 天氣是整定你們兩個走不在一起的 意見呢 你又覺得呢 都是的 所以我不是說不主動 有很多事情我又不想強求 我認識陳剛榮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這麼巧 其實我沒有想過做歌手 我只是說你去試音 我去試音 然後可能會覺得 你不如學一下唱歌 其實我哪有錢 因為我剛剛畢業沒有多久 我想算吧 也算是化夢 我沒有想過 原來陳剛榮會說 這個人的聲音很特別 誰知道由他開始做這個 成績堅 機會一個一個接一個 我只覺得我會珍惜 但去到一個階段 你不是說慣了罷 其實是有的 我們在一個階段 每個人都有成長的空間 或者是脫變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去騷擾他 或者阻止他 不要緊 我們也可以保持 例如我們睡有兒子 可以吃飯 或者說工作 我們知道他的發展 我自己也希望 自己做到什麼 這個階段 我們也停了七、八年 直至我們幾年前的演唱會 我們再認真合在一起 究竟行不行 這是很大的考驗 我們雖然說 好像百戰百勝 到後期 曾經有人覺得 陳剛榮、家姐姐 行不行 到七年之後 再做一個演唱會 這些歌已經去到什麼世界 究竟是成為一個經典 還是大家還有興趣 拿出來再聽 我覺得也挺好玩 這個我也沒有想過 原來我真的可以再站在台上唱歌 誰不知一開就開了三次 直至今次還要開了我們 一班兄弟的需要友情 沒有想過這些 不過在沒有想之中 如果有的就積極去做 其實你知不知道很多 我身邊 無論是同業或是圈外的朋友 他們提到鄭伊健開演唱會 是一個魔力的 他演唱會未必好像草蠻那樣 跳足三個鐘之類的 但觀眾的熱情指數 是整晚只要你一升上台 當下開始是沒有跌過的 然後全晚大家當自己卡拉OK 這樣自貶一下 那種投入程度 現在又試問 無論你再打造新這首歌 慣了八的時候 去到由第一首歌開始 我想現在的演唱會 拿出來唱的時候 大家都會跟著一起唱 有沒有一種打造金曲的必殺技 兩位之間 我想在創作的期間裡 只是覺得你要做好這件事 你不會想這首歌會不會成為金曲 我當時可能作完發現之後 我記得有一陣子 我都會想 跟著應該作什麼呢 我想給他試一些新的東西 但有時候又會覺得 我始終都會感情的行頭 所以我在創作給他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開心 拿個心出來去做一首很適合他的歌 就不會想是否是金曲 其實剛才伊健提到一點 就說烹仔很早的時候 已經發現到伊健的聲音 跟其他人是很不同的 這個當時的小朋友 將來是明日之星 當時烹仔留意到伊健哪一個特點 因為你之後一直打造給他的金曲 證明你當初看他的一點是中 然後你才為他量身訂做這麼多歌 全部都中了 總有原因 其實在當時 試音當日 就有幾個人 唯獨是是鄭伊健 在唱歌的時候 不會有人的影子 他一唱已經很鄭伊健 可能其他人會 像是哪個歌星去唱那首歌 他有自己很獨特的風格 有他自己的一個風格 去演繹別人的歌 我覺得這首歌是特別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角色 他是有的 其實伊健當初 有沒有想過 試音的時候 究竟是純粹已經想著 我就不要扮任何人 我做回自己 還是整件事是無心插柳 我其實是很積極去學別人 結果原來他霸不似 我試了兩首歌 其中一首歌 我記得是《失眠》 我打算說 蘇永康先學一下他 死到幻想不到 你唱《失眠》會怎樣 我都幻想不到 我都試一下回去唱一次 都是鄭伊健唱 原來我很積極地 應該是跟著他方向沒有死 誰知道他聲音很特別 其實我也嘗試過 去做一些 他唱得很好 嘗試一下 去模仿一下 但結果無法無法 我沒有什麼反應 我明明學了誰這樣唱 沒有什麼反應 那不要再做回自己 結果反而出來 就贏得監製 認為沒有任何人的影子 這個小朋友成功了 結果成為今天大家 這麼喜歡鄭伊健 其實兩位到最後 不如問一下 接下來 有沒有一些新的 不同的合作 會是接下來會出現 會不會讓大家看到的呢 歌我就不知道 不過其實因為年紀不同了 演繹都不同 例如我們幾次演唱會 將一些歌翻唱的時候 可能演繹的背景 或者可能會有少許劇情形式 這個已經在脫變 我們其實越來越少了 因為我覺得現場表演 其實跟以前不同 不只是唱歌 可能是一個表演 可能是有劇情 有戲劇性 有燈光效果 我反而覺得 另外一個就是 陳光明曾經說過 他很想將自己的歌 去一個表演 並不是一些群星唱歌 他是想做一個 例如很多 除了我們的歌 寫給藝術家 他有一些原聲的歌 例如所有電影配樂 他需要一大堆的 演繹在彈 我很想看到這個演繹出現 因為我自己的畫面 就是覺得 如果他的音樂 去指揮 我就會用一個什麼畫面 去配合 即是成為一套 現場的電影 即是烹仔 在腦裡 有想過一個屬於自己 和現在我們看過的作品展 幾不同類型的音樂會出現 是不是 其實之前也有人找過 做流行曲形式的演唱會 但我自己最想的夢想 其實是一個交響樂團 例如跟我合拍的那對交響樂團 就是一些我自己在電影的作品 即是接下來 我們希望可以快點看到這個演出出現 我相信到時 在舞台上一定不會少得意見 少得意見 我就不是陳光榮的作品展 或者是我監製他 好啊 很難說 因為我也挺有興趣的 好啊 其實今天最後的時候 剛剛我們聽過了 《慣了霸》這首新的歌 我有想過 不如在節目最後訪問的時候 聽一首你們第一次合作的 《洞地驚天外戀國》 剛才一直聽你們說的時候 不好 我突然想聽一首 剛才你提過 因為剛才你說 《慣了霸》出現前 依然引戰過 《辛苦你》這首歌 給了一蛋糕 我很想今天 就聽一下《辛苦你》這首歌 這首歌當時我記得是沒有派的 沒有 但我是很喜歡這首歌的 是啊 我連張碟都帶進來 是啊 這首精算碟 我那時候是很喜歡這首歌 我當時為什麼不派呢 如果可以藉著這個訪問 給多點聽眾 給多一次機會這首歌 大家再聽一下的時候 可能會再多人喜歡這首歌 都未定 好啦 今天多謝伊健 多謝陳國鳴 Thank you 謝謝 掙 Vamos付款 我們曾經一常一對兩個冷親 現那份快樂充滿溫暖感 練約水也匹配相伸 至深無報效 我们曾经见识 己见有过了障碍 从分手边缘 慢慢没过来 不想这有爱 做我那样爱 终于过到无数段意外 做我的爱人 珍贴 辛苦 眉毛 总有过快乐吧 做我的爱人 一生会情深吗 我们得多于是 其他不要也罢 得到的想要吗 我们曾经见识 未来转过数圈 现那份决策 挣扎不算断 现后初问比雪高远 只得尚受远 我们曾经一开一跌 看破莲莹花 人生过短暂 春冷面几乏 得到快乐吗 因此畏惧吗 珍惜我能做情侣吧 做我的爱人 珍贴 辛苦你吗 总有过快乐吧 做我的爱人 一生会情深吗 我们得多于是 其他不要也罢 得到的想要吗 做我的爱人 珍贴 辛苦你吗 做我的爱人 珍贴 辛苦你吗 做我的爱人 珍贴 辛苦你吗 总有过快乐吧 做我的爱人 一生会情深吗 我们得多于是 其他不要也罢 得到的想要吗 我们好比樱花 曾经在过落下 总经得起 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